你不想跟老二北 喂 梁天琦都很清楚了 上一節為什麼要罵老二北呢 你老二北這麼久 你不肯跟老二北 說清楚了 喂 大哥 我們上一次 罵老二北的時候 不講得那麼清楚了 提到是 梁天琦有24000元住康蘭居 錢從何來 不止黃台洋 我53萬元住康蘭 我的保釋金20萬 錢從何來 梁天琦他神神卑卑 無論端端這麼多錢 你說畢業找不到工作做雙濕 你老二北 一個尋常讀香港U 在香港U畢業的學生 這麼年輕還沒做過的 錢去做這些 租這些房子 交這些保釋金 你用那個死人佬想想 而且已經建了他家不是有錢的 就是了 香港U大了 這些都是重複的 這些全部都是證據 但是我們為什麼會再說呢 就是我們見到選後 現在陳哀樂定 繼續歌頌他 你一大班不知道什麼人還撲出來 尤瑋青那些都是年輕的 什麼什麼 你不要說他什麼 先看看 看你老母化 是 陳哀樂園 妖言惑眾 他真的妖言惑眾 這幾年 不要說這幾年 他有事好有事壞 你真的妖言惑眾 你怎麼可以說雷動計劃沒問題 有問題 陶君恒講得很清楚 跟你講法不同 就是這麼清楚 陶君恒說了 要有一個 要有一個初選 有初選 就公平 篩走一些選擇 然後 你有沒有理由 你伸當這樣 出了七百九條隊 那渡航的時候 玩雷動已經亂了 是不是 那就要篩走一些選擇 要初選 陶君恒說得很清楚 那你 而不是臨尾亂點 你臨尾亂點 民調又不是那麼穩陣 跟著裏面 做協調機制 做判斷的人 那些人 又不知道是什麼人 有多少人 有多少高的認受性 你是在歌頌 我就是不服 而我不是針對戴耀廷 不要再說我針對戴耀廷 我針對戴耀廷下面 那些人 他做了好決定 他做了好決定 但他控制不到事情 怎麼運作得好 不如這樣說 這些不關你的事 我講 你不要這樣說做事情 就好 裡面有什麼人 他想什麼 我們不知道 我只講戴耀廷 我只講戴耀廷一個人 我講下面的堆 那下面的堆 他控制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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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來完善化他之後 另一件事 將來才平衡 但是你現在的人 你不可以一刀切 嘩 好東西 下界一定會做 不是 改善不到 我們仍然堅持反對 因為你改善不到 數了幾十萬件事了 沒有初選經 就是民調不准 決策的人不透明 易被滲透 或者是沒有公信力 嗯 是吧 那就 你先改善了 原來你掛了戴耀廷的頭 下面是不知道是什麼人的 那就糟了 他指點江山定心死 但是沒有公信力的 表力當你不能這樣說 特首選舉不可以有篩選 要公開的 的同時 為什麼你們可以 被雷洞計劃這樣做 而你是拍了手了 所以你蕭若元 你這樣說 我是不服的了 真的拗了 明咒你就明咒你了 變了還有一件事情 他說 帶了有一幫人 勇蕭的了 你知道嗎 不是 你們根本在這裡做神 做完蕭神 就是在這裡陷這個戴耀廷不義 做大臣 他沒有想做神的 戴耀廷 他只是說 哎我 覺得應該要搞 戴耀廷可能覺得要搞 但是可能他的能力 或者是 理解上面 未必可以真的整個東西 去處理得到 出發點 但是整個東西 有很多政治判斷做了 你不要說 不要 我不再數其他名 蕭若元你吃光了 我知道有其他意見領袖 都說這些是科學來的 呃 何秀蘭該死呀 李卓仁該死呀 呃 李卓仁 何秀蘭應該是老屁股呀 你說他們兩個老屁股呢 那我都四十幾歲 我也是老屁股 是不是 全部四十幾五十歲 都是老屁股的 要不要四十歲以上 全部人道毀滅 你們 說什麼呀 那你 你先把自己的父母去打打 喂 我始終不服的嘛 你不要跟我說蕭若元說 羅冠聰我投票給他 你量票嘛 然後大家就說一種 對年輕人仇恨的心理嘛 對老人家仇恨的心理 就是中年人仇恨的心理嘛 羅冠聰有什麼東西這麼值得來 喂 我始終 你以你蕭若元你的個人 你怎麼可以說 羅冠聰做議員 稱職得過何秀蘭啊 一個未畢業的人 人生經驗都沒有 不 我都說了 我真是新人 我不是那個拒絕的嘛 我真是欣賞朱凱迪的嘛 嗯 朱凱迪有十年磨練的嘛 嗯 真是很熟八鄉事務的嘛 他都接近四十年 三十九歲 不是根據一個潮流 而可以上到位的 但是你現在 你根本 朱凱迪是有實力的嘛 你不要再含運了 你們這些混蛋 羅冠聰絕對是沒有資格的嘛 絕對是因為那個潮流 而令到他上到位而已 他沒有個人實力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 他們是想說到你都沒有選擇 那不如篩了一些老的 給年輕人試一下 喂 你選什麼呢 他搞嬸學聯的 你不要說他搞嬸 他放任而已 他是學聯秘書長 他不是雨傘時帶領雨傘的人 他不是那一派 他是遲一代 他在旁邊可能痴痴共共而已 是不是 接著 黃之鋒輸送雨傘那個光環而已 輸散給他 那接著呢 他做學聯呢 他基本上就放軟了 這樣開了名不如照說吧 不如你說他在鄰壇做過什麼 你看到他的能力 不如說 陳文做老師 你沒有政治判斷 這些不是叫專師重道 他是你對家那些賊來的 認賊作風那些呢 我有聽過 我不感覺那個辯論的質素很高 我感覺不到 最敗筆就是這一點 我就接受不到的 就是我掃那麼久 黃 掃不掃下去啊 陳文 我絕對不會叫這個人做老師 因為他根本是敗類的嘛 不斷說謊的嘛 一會兒選後又說永續《基本法》 都說得出嘛 現在自己在做後任臨時大總統啊 什麼什麼什麼 他將會什麼 加入這個中共體制了 用開明專制了 這傢伙是青山出來的 他不是青山出來 不忍修 他是刻意講一些垃圾 去令到我們罵他而已 就是現在選了 繼續拿光環 繼續搞曝光 他不是希望製造曝光 就是陳文這種人 你根本叫他做老師 代表了你羅冠聰 根本就不熟發生什麼事了 他質素很難的 可能你年紀輕 你沒辦法深究到整個 這個黃教體系裡面發生什麼 你不認識別去選啊 你不認識的嘛 你的對手都不認識 你問什麼問題啊 都不認識是什麼人 你不認識別人 你不認識別人 你這麼好客氣 你又打不認識他 那你就閉嘴吧 垃圾 為什麼要這麼罵呢 罵羅冠聰呢 你如果不是這麼急著去選 你將來你就將來你人生的路了 是不是 你猜每個人都會很記得你嗎 為什麼要這麼急著做政治人物呢 然後突然間有個潮 要把你捧到这么高 一个23岁 狠狠突破 我听圣经讲 那个国家衰落就找一些BB仔 去做皇帝 做快乐嘛 你找一些BB仔去做皇帝 那个国家衰落 不知道针研哪一句 不要看到 那样东西绝对不健康 那五万多票 给你呢 罗冠冲 很多是雷洞那种含雷票 真的没什么主意 他何秀篮在书中 不要浪费了 给罗冠冲就罗冠冲 那些人很有牺牲精神 所以再讲一次雷洞是很有问题 不是问题 如果 那个政治判断这样判法 那就真的很有问题 因为当初 这个雷洞 还放了这么多人 嗯 如果突然间 阿沈志超升得很高 那或者 会不会说王维基 这样可不可以加上去呢 嗯 为什么你又一定要咬死 王维基是 反 是建制呢 嗯 王维基 现在反正689的 他虽然他支持23条而已 不想有其他立场啊 是不是啊 喂 你什么叫 王维基给你 exclude出去都没理由的 那你棄保 应该保王维基进去嘛 为什么要罗冠冲呢 是不是 找快乐 为什么要帮啊 陈淑庄啊 让王维基进去嘛 你根本的定义没办法嘛 你最离谱呢 我们都是讲那个point的啦 你混乱到清静和正从泰 你都要报 不是 这些是重复的 一个假借民意的选举机器 其实内里是 算了 不要说这么多了 但我攻击一下小维元 你的年纪 你的资历 你怎么会认同一个 未毕业的年轻人 可以说一句 懂的东西是有限的 又不能去HKU 就是懂的东西有限的 罗冠冲 你会投票给他 在我来说 我的critical thinking 对你的理大 fundamentally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你不可能投票给罗冠冲 那要不你私怨 不妥啊 何秀兰 或者戀同他 蕭先生 你这些东西 你全部都没办法令人接受 哦 什么 你 你踩清正的 你踩清正的 但你保良天琪 都是不可接受的 那可能 他那些不可能一致 是啊 从来都没走去自圆其说过 他个人很混乱 真的 你自己究竟 蕭先生 我不知道你故意 还是你老到真的很混淆 我不知道 你是哪样才是真 喂 你闹得青年新正 在大陆的水喉 你说梁天琪是一个善良的人 那你怎样呢 我们虽然是之前说过 整部都跟你口水咪 那我们是说过 那怎样呢 你那个选举总结你还要说 为什么你还要说呢 麻烦了 没有 很有趣 我有 我们雷动机制的东西 我不批评那么多了 嗯 因为 要说到陶军恒 陶军恒都说完了 你不服 那就代表了整个花生台 你们想撇气就撇气 没办法的 因为花生台 我和陶军恒 都是这个立场 我陶军恒讲的东西已经很清楚 我很... 很... 很信 嗯 我接受了他的看法 那... 那我只是说 现在我只是追究回阿萧而已 追究回阿萧 你们不要再在这里说歪理 每一个人在一个人生里面 可能说千百万句话 嗯 我不可以听完事但歌 一生人说的东西 去评论事但歌的 嗯 没可能的 你跟着说雷动机制 你说一些最细节的东西 阿A和阿B阿C和阿D 跟着电脑系统 跟着你讲一大堆 一座山出来 跟着就说我不懂雷动计划啦 你没权评论他 不如一句曲说啦 不,你说的都够了 你们真是 你说的都够了 你们真是 一句说完 就是我看到有政治判断是这么多 嗯 那个政治判断是不一致的 那很清楚啦 你始终你排他商网 不排他 郑重泰就是 最清楚的政治判断 当你们集体 用一些洗脑方法 以萧若元为首的体系 去洗脑 或雷动计划是科学 就是 犧牲的人 是值得犧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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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你们做独裁判断的人 是英明的决定 跟着用个结果 来反过头说 就说 最后都没有啊 OK啊 这样 我只是感觉到那种 洗脑的结构的运作 你们 那种洗脑的结构 是 我很难接受 我很难接受 好啦 那我 骂够了 你们 你们说我喜欢挑战巨人嘛 现在挑战萧若元这个巨人嘛 但我们也不是第一次的 老人来的 是吧 我们 不会 去放弃我们 小小的说话 的权利 嗯 我们说话 出于良心 我们看到那种各样的不合理 不一致 看到不合我出声 然后这些不合理不一致 再用科学包装 再用个人权威打压 嗯 我闻到的那种就是阴谋和邪恶 嗯 我想一个小小的总结 好像你说得不过瘾 总之我 告诉你们 不是黄毓民现在下了船 全部人都没有问题 嗯 你记住这点 黄毓民只是一个魔鬼的领袖 魔鬼的领袖退下 不是代表那些魔鬼已经消失了 大哥 你不要跟我说 哎 行了 我们共同杀了黄文 可以的了 其他那些 丢你老母子先看看 给你们一些机会 我丢你老母子 说完啊 谁包庇这个郑家富啊 谁跟他站台啊 谁是陷家产啊 大班 清不清楚啊 有没有问题啊 有没有说道歉啊 你一次这样做错 你以为小事啊 啊 蛤 搞人 搞人散了一把声音 踢人走了一把声音 你起码 范国威是不是死于无辜啊 这把是 一把一句 是 郑家富登是很混蛋的嘛 你这一把有没有认错啊 你大班 不要说整个这一把的台 大班你个人 你干什么啊 你帮他站台 你帮他站台 他会回答你的 我跟好多人站台啦 那你不如不要加持人啊 每个区加持两三个 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这样乱加持 为了就去掩护郑家富啊 你应该带头谴责他啊 他是你最亲的人来的嘛 小班啊 嗯 是不是啊 大意灭亲啊 这些叫 因为你最亲的人 比如说有一天 士旦哥 走去说 我加持六八九啊 你转做蓝丝啊 我要第一时间 吵架啊 士旦哥啊 如果你身边的人 突然间二月的时候 不肯宣布参选 就说不选 嗯 七月突然间选 杀乱了其他人的部署 那跟着啦 去到紧要关头叫退选 不肯退 跟着还要写些无耻的文章 又说什么 毁过于人 去骂啊 郑家富 不是骂啊 范国威 我可以说郑家富 真是极端无耻啊 我不理他 2010年 他退民主党的时候 是不满这个政改方案 他这样喊完退出民主党 那个 那时候他所做的行为 你那时候很可以现在坏的嘛 嗯 那谁撑他的腰啊 要有反应的嘛 我都不相信你郑家富没有反应的嘛 那如果你没有反应 我可能会怀疑 你和他同谋的嘛 我有权地怀疑的嘛 如果我怀疑郑家富收钱 那我可以怎么怀疑你啊 郑大班 郑家富 这时候 有份咯 不说下去啦 我没钱啦 你告我韦胖 那你当年当然是李鸿啊 什么 邪伟俊告到一千万的人 他不是叫韦胖 肥胖 肥胖是吧 我没钱跟你打官司 那你告我破产 那不是吧 香港 總之你搞不得到我 我會說 你們兩個東西 無論你是蕭若元還是鄭經學 你們兩個名嘴 你們聰聰聰聰聰聰 我拜託你們 不要以為你們自己可以做什麼都行 但香港有人知道你們什麼事 不要以為香港年輕無人 我們不是二十幾歲的年輕 讓你們老人點都行 我們現在三十幾四十歲 我們的腦袋都看得通 發生什麼事 不要以為香港沒有人 你有什麼方法 打到散散也好 我有一口氣 我都可以躲在家裡 或者用手機自拍 可以上YouTube上載影片 你們聰明一點 你們做正義的事情 我會加許拍手掌 你們不要做這些事情 在小小的位置 扭曲是非黑白 嗯 這些事情我覺得是很嚴重 無論此 死了的人不敢和你們吵架 是吧 我什麼都沒有 我不怕你們 好是這麼多